而华东铁路因为地震受损停时 出估修复时间至少一个多月 也造成了许多铁路通勤学子 每日必须迟到或早退来赶搭累火车 严重影响了上课的品质 那么凤林镇长萧文龙得知 随即指示正公所 从9月22号起周一到周五 租用游览车10天 免费接驳凤林的学子 让他们可以安心到小上课 无用再担心迟到早退的问题 地震不仅造成民宅桥梁道路的毁损 许多学子赖以通勤的花东铁路 同样受损停时之惊 但是偏向地区学子 即使台铁有安排累火车的接驳 但是到达花莲市的时间 已超过各校到校的时间 凤林镇长萧文龙就指出 凤林镇的学子还得配合累火车的时间 请驾早退 长期以往势必影响学习的情形 那我们沿途呢 凤林镇呢 都是基民地住在旧台湖县 所以呢 要每个人来到凤林呢 再来坐列火车呢 凤林站坐列火车呢 再转程过去相当不便 那政工所呢 是认为说 短期呢 我们由我们政工所呢 来向客用公司呢 云南车公司呢 租车 一天呢 来回两趟八千块的车子 目前呢 我们是把它载到学校去 我想这样呢 给学生呢 去上行 可以比较方便 那我们先 一进呢 先十天 十天以后呢 看铁路级的七间车呢 学生车呢 可以让学生方便呢 我们就停止 要是没有呢 我们再研究 是不是再延续下去 因此 凤林镇公所将租用游览车 免费接驳凤林的学址 早上六点二十分 从长桥里 一鸣亭出发 沿途停靠 凤林镇鸣广场 南平公车站 凌荣公车站 下午五点 则是从花莲高中出发 巡原路返回 长桥里一鸣亭 让凤林镇的学址 再也不用担心 迟到早退的问题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